扎西 扎西 哎 月姐 你怎么过来了 我早上去整找你 你妈妈说你在工地上干活 我早上来这边打过来了 你干这个好辛苦啊 没事 你站过去嘛 这脏的 那个我找你有点事 你你过来我给你说一下好不好 什么事 你过来嘛 你过来嘛 过来嘛 哎 月姐 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啊 我想为你去我公司上班的事 考虑的怎么样呢 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 应该我去不了吧 为什么呀 我家里面走不开 我妈妈她有个人忙不过来 这样呀 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忙 月姐 我想给我男朋友买点生日礼物 他马上过生日了 你可以帮我吗 月姐 你什么时候有个男朋友 我刚谈了 没几天 你可以帮我吗 我怎么不知道 因为刚认识没几天 所以我没跟你说 你帮帮我好不好啊 这个忙我帮不了 为什么呀 再说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呀 因为你是男孩子嘛 你应该知道男孩子喜欢什么 再一个我对这边人生力不熟的 你带我去好不好 帮帮我吧 求求你了 而且我过两天要走了 我爸爸打电话说 叫我回去开会 那么急着走吗 嗯 我就是 你可以帮一下我吗 那好吧 我去跟老板打个招呼吧 好 谢谢你觉得这家店怎么样 我经常在这买一副 你经常在这里买吗 嗯 可以啊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谢谢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你觉得你男朋友会不会喜欢这个 我觉得好帅呀 真的好帅呀 你觉得喜欢吗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吧 可以吗 啊 对 我觉得也可以 再选一双鞋子吧 我觉得蛮好看的 你喜欢吗 可以 可以的话那你再帮我选两件 好 谢谢你啊 没事 老板多少钱 一千八百八 一千八百八 那手码吧 好吧 嗯 嗯 张希 我看这里有个手机店呢 我们去买个手机好不好 你不是有手机吗 我想给你买一个 你手机都坏了 我不要 我有手机用 我这个手机可以用 你那个都 睡成那个样子了 买一个吧买一个买一个 不用不用不用 真的买一个 你别拉我不用拉我不要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那这样吧 你你去车上等我 我去上个洗手间 好吧 好吧那我在车上等你啊 你在车上等我啊 去吧去吧 水哥 你们那个苹果手机在哪里啊 哦 这边你给我看一下 嗯 那有那个699跟599的 要个699的 嗯 这边有个新货 哦 新货哈 那可以了买单 就就要这个 就这个啊 就这个买单 扎西弟弟我来了 月姐你去哪里了这么久 我刚刚想起我们买衣服的时候 有这个真品的 你把它收下吧 好吧 啊 这个都是送给你的 怎么可能来 我不能要你的 你不是给 给你男朋友买的吗 你就是我的男性朋友啊 你别开玩笑了 你自己拿回去吧 我真的不要 不不不不不不 你收下 你收下 如果你不收下的话 我就生气了 我真的不能要这个 你看嘛 现在夏天也到了 我想你穿几件薄一点的衣服 要那个凉快一点 好不好 你就收下吧 这个又不贵 我不能要不 你不 你不要的话 我就生气了 我就跟你绝交了 那好吧 那我请你去吃个饭嘛 请我吃饭 你要吃 请我吃什么 吃 吃 吃面吧 我们这有个面 面馆 很好吃的 好呀 我最喜欢吃面的 走 嗯 好 走 你好妹妹 可以借我50块钱吗 你借钱做什么呀 啊 我是来这边旅游的 然后我的钱包弄丢了 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肚子好饿呀 可以借我50块钱吃个饭吗 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呀 哦 那你有多少啊 我只有十几块钱 是刚卖粉丝去卖的 哦 那你方便借给我吗 借给你啊 哦 你放心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那好吧 你拿着 没事了 没事 你拿着 那我就不借了吧 你拿着吧 拿着吧 没事的 哦 那好吧 拿好吧 都有难处吗 哦 你放心 我会还给你的 没事的 你先拿去吃饭吧 大夫 那行 那谢谢你啊 没事 没事 哎 妹妹 哎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去吃饭了吗 大夫 哦 我刚刚去车上把钱包找到了 我吃过饭了 怎么了 你这还没卖完啊 没有 最近不好卖天气太热了 哦 这样啊 我把这个钱还给你吧 不用了 没多少钱 你拿着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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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还给你吧 我有钱了 你拿着吧 那好吧 哎 你这些笋都是你自己种的吗 不是 是我在山上挖的 山上挖的呀 哇 那挺好吃的 要不你卖给我吧 卖给你啊 对啊 这样的话 你看这天气这么热 你也早点回家嘛 是吧 你要喜欢就拿点去吃嘛 不用不用钱的 呵 卖给我嘛 我全部都要了 你给我看一下 装起来吧 好吧 嗯 那好吧 那我给你撑一下 哦 哎 妹妹 不用撑了 不用撑了 呃 你看这些钱够吗 这太多了 要不了那么多 大哥 啊 你听我说 我看你人也挺好的嘛 呃 你拿着这些钱 万一以后遇到有困难的人 你也可以去帮帮他们 你拿着吧 不行 不行不行 那那一马非一马 不能这样的 啊 没事 你拿着拿着 太多了 太多了 不多不多 不多 多了 你到时候的话可以帮帮别人嘛 拿着吧 拿着吧 这不好吧 大哥 没事没事 你拿着吧 那好吧 那谢谢你啊 大哥 好 那你把这些笋帮我装起来吧 好 哎 大哥 这笋帮你装好了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哎 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哪里啊 我准备回家 那你家住哪里的 我家就住那边山上 哦 这边山上啊 嗯 那有多远啊 也没多远 走路一两个小时吧 一两个小时啊 嗯 哇 那你准备怎么回去啊 就走路回去 走路回去啊 哎呀 这天气太热了 啊 是这样的 我刚好也去山上嘛 要不你就坐我的顺风车 我带你上去吧 不用了 大哥 不用了 这太麻烦了 啊 不麻烦 不麻烦 我反正也是顺路嘛 把你拉上去嘛 那好吧 那谢谢你啊 大哥 哦 那行吧 呃 那你 那那那 那就帮我把这个笋 帮我一起提在车上吧 好 哎 妹妹 哎 你已经到了是吧 哦 对 今天谢谢你啊 大哥 这么远送我上来 哦 没事 没事 哎 对了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莎莎 叫我莎莎就可以 莎莎呀 哦 挺好听的名字 呃 你可以叫我阿豪哥 嗯 阿豪哥 呃 那行嘛 那今天很高兴认识你啊 我这边有事我就先走了 阿豪哥 到都到了 上面就是我家了 上去喝口水再酒吧 嗯 那多不好意思呀 走吧 郝哥 嗯 走吧 走吧 那好吧 好吧 好吧 哎 对了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在家 呃 我哥哥在家 哦 好的 走吧 小心一点啊 好的 哥哥 哥哥回来了 今天咱哥回来怎么做嘛 买完了 那是哪个呢 那是买我孙子啊 我手里送回来一下 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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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好的钱吗 买了五百块钱 钱拿来 人们是三百呢 哎呀 还有呢 哎呀 五百块钱我想给他来 买油啊 他不是老个童吗 没啥油嘛 人上了年纪嘛 肯定老个童子很正常的哈 拿过来 哎呦 快拿过来 看破了 赶快一个龙肉 等我兄弟过来喝酒 请一秒 吹一秒 嫂嫂 你没事吧 嫂嫂 你没事吧 嫂嫂 你没事吧 我没事大哥 让你尖笑了 刚刚那个是谁啊 怎么这么凶啊 她是我哥哥 她把你的钱全部拿走了吗 我本来说六两百块钱 带奶奶去看病 她头疼得很腻 还不太腻 现在他把钱全部都拿走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这样 那这些损是他自己挖的吗 他挖损 他整天游手好闲的 就知道我家里要钱 再叫他去挖个损 不是这痛就是那痛的 那接下来怎么办 没事 我明天再去山上挖点损 然后再带奶奶去看病 真的太难了 这样你别伤心了好不好 我这边有两分块钱 你拿着给奶奶去看病好不好 不行了大哥不行了 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我今天已经够麻烦你了 莎莎你听我说 你看奶奶头疼的厉害 你还是先带奶奶去看病吧 这个病不能拖 这个钱以后你有了 挖到所卖的钱了 你再还给我好不好 你拿着吧 真的 真的不行大哥 莎莎 如果你当我是朋友的话 你就拿着 不然我以后我不上来找你玩了 拿着吧 好吧 大哥你还没吃饭吗 我去厨房给你做点辣肉吃 哎呀不用那么麻烦了 就坐在等我一会儿大哥 等我一会儿 莎莎 真的别煮饭了 我我不吃饭了 我不吃饭了 不行啊大哥 你就留下来一起吃吧 我等会儿煮这块辣肉给你吃 反正我等一下我哥哥跟他朋友 也要来家里吃饭的 一起吃吧就 不用了莎莎 你听我说 我来这边呢 我还要去上面办点事 我就不吃饭了 我看你心情也不好 你就不用煮饭了好不好 留下来一起吃吧大哥 不用了不用了 我先走了 我下次再过来找你玩 好不好 那好吧 那您路上小心一点的 好的拜拜了 拜拜 哥哥你等等 你把这个带上吧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腊肉 你带上吧 哎呦这么好的腊肉 你留给你自己吃吗 你待会儿去吃吧 我们家里多的是 哦 莎莎你听我说 你看我也不煮饭 这么好的腊肉 你留着自己吃吗 我我就不要了 拿着吧 阿豪哥 今天这么辛苦的 送我上来 没事没事 这样你下次过来 你煮给我吃好不好 那好吧 那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啊 那阿豪哥 你什么时候 再来看我呀 过两天 我去山上办事的时候 我就过来看你 你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啊 好 再见啊 那你慢走啊 阿豪哥 好 随人我 没什么 我 龙 小 老 有 跟 互 我